那么从上午的交易数据来看 刚才我们讲 一就是市场情绪调动的比较好 而且比较少见的是全A的情绪最高6.8分 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但是固執300就只有5分 将将及格 这个Tribe也只有5.7分 并不是很高的一个状况 完全跟个股的涨跌比 跟个股的活跃程度是一个 这个视作的一个状态 这是今天市场的第一个特点 市场炒在小盘股上面 权重股是有一定会压制的 第二个就是成交量跟昨天比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但略少一点 我刚才看了一下是7,240多亿 这样的一个成交水平 昨天中午是7,400亿 今天略少一点 略少一点估计还是因为 权重股整体是一个调整走势 缩量的一个调整 使得资金的消耗会略少一点点 略少一点点 这是资金的一个状况 那么从这个 北向资金来看 今天经历了一个 先参与市场拉抬 然后快速减持 这样一个过程 上午第一波上工的时候 大概有20个亿的净买入 然后就是慢慢撤退 到五间收盘的时候 北向资金是净卖出了1.04亿 昨天我们看北向资金也很诡异 对吧 一方面在新能源上面的重点品种 还是继续增长 比如说像明德时代 昨天增长的幅度也很大 7个多亿 但是对茅台阶段性的高点 似乎他们在做获利回吐 昨天的净卖出有9个多亿 在医药板块上面 昨天北向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仅仅是参与了药民 药民有点净卖出 其他的都是偏向一个净卖出 可见北向对这一次的疫情 也没有太上心 上午资金的净卖出 前面的都给茅台五粮业的包揽了 这个静卖出规模的还是很大 有9个多一样 因为这个位置呢 茅台也算反弹了20%以上 我们前段时间讲的这个1600块钱 是茅台的一个关键的防走位 那从那个位置呢 防走成功以后呢 它现在涨到这个位置 也涨了20%几 这个幅度来看呢 是有获利盘的 那再往下看呢 主要是资源品 天气里叶和北风西土 以及呢中原海控 那买入上面呢 今天一个是子官国威 子官国威呢 今天拉本 那在高位平台整理这么长之后呢 突然放量开始走强 看起来呢 也是资金的在推动它 有没有机会呢 再拉一波 今天放量也比较大 有14个亿的资金进来 第二一个呢 就是中国能界 那今天呢 上涨的前列部分呢 新的元板块呢 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加上呢 像数字货币 对吧 昨天我们群里头也有些 同学在讲这个数字货币 那么今天呢 这个任子行 这个在盘中的 拉20厘米的涨停板 这就很典型 它就区块链里头的一个品种 刚才呢 拉涨停板的时候呢 也很唬人 拉上去的时候呢 摆了一亿股 这种阶段 目前这个阶段呢 炒各种各样的题材 如果有一定的板块效应呢 都还是会有很多投资者呢 在里头进进出出 这是现在市场 被培养出来的 一个耕风的力量 那就是 现在说的好听一点呢 就是现在信息传播的很快吧 有意的和无意的 都会推动的这个信息的传播 第二一个呢 现在要炒作呢 也很需要这种群体的力量 需要接触的这个传播 来达成的这个炒作 那第三呢 这个专国化的炒作呢 它通常呢 都配合是杀猪盘 现在呢 都是暴涨 然后转身 往外卖 然后让你猜 下一步呢 是继续涨 还是这一次呢 就先下去了 这个你看 最近涨的股票呢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是一种快速的放量 脱离底部 拉出一定的空间 然后飘在那空中的时候呢 让你来踩 这个时候呢 入度上升 然后你来踩是向上 还是向下 那就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呢 你看跌户榜前列里头 那基本上呢 每天呢 也都有几支 是前几天的炒播的品种 拉起来以后呢 从高中往下放 这是猜大小 这个游戏 现在市场还是比较盛行的 那从今天呢 跌户榜前列来看呢 就是跌幅呢 不太大 然后呢 以前期的 一些炒作过的品种 为主要的一个特点 那这里头呢 要防着呢 就是追高被套 第二一个呢 是要防着呢 长期走势 那个被破坏以后呢 转为阴跌 如果说在绝对底部上面呢 折腾来折腾去的话呢 那也没什么特别可怕的 如果说在一个 所谓的平台范围之内呢 跟着这个点呢 涨涨跌跌呢 也没有太可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 要防的 其实一个是 拉高之后的这种调整 另外一个呢 是长期走势 转弱之后 出现的筹码锁定 出了问题以后的 这个多杀多 现在呢 是比较要小心的是 这种类型 这是现在呢 要稍微小心一点的地方 都会放下来 反正的地方 是什么 都会放下来 说